有些初學的朋友, 不知道釣魚用什麼 今天阿火請了 Bob 上來 和大家示範一下魚餌的重要性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當香港開始吹東北風 水就開始逐到沒有朋友 而且氣溫就開始越來越涼 大家出去玩, 記得穿多件衣服 這個時間上魚排釣魚就最舒服 有魚釣就釣, 沒有魚釣就睡覺 出來吹海風, 比經常混在家裡 有些初學的朋友, 不知道釣魚用什麼理好 今天阿火請了 Bob 上來 和大家示範一下魚餌的重要性 當魚發現魚餌就會過來看看 如果不適合吃, 牠們會走開 你怎麼搞, 牠們都不會理你 新鮮青口, 博都不肯吃 你說多厲害 望多兩眼, 牠還掉了 所以魚餌不適合, 隨時坐一天都沒有魚釣 當魚發現牠們想吃的東西 牠們就會衝動過來吃 提提大家, 被雞泡魚咬到 隨時吃股肉會失去 小朋友千萬不要學阿火那麼白熱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Bob 的吃東西方法 頭幾口會小小力 之後就會成舊吞到口 所以釣大魚, 如果抽得太心急 隨時抽空就這樣 所以去釣魚的時候 你先問自己想釣什麼魚 然後再決定買什麼魚餌 如果想釣紅油的 你就要準備死魚或生蝦 如果你想釣泥蝦, 你就要拆麵粉 如果你想釣蠟魚, 就可以撿蟹仔 或者買磚藍極蝦 如果你想釣美人魚 當然是買名牌手袋 阿火今天想釣有否金骨和烏頭釣 所以就買好麵包 把麵包皮切開 然後把白色的部分切到細小 然後用袋子入起來 這樣就可以開始釣了 釣之前, 我們先準備把麵包放進引魚 然後把魚餌放進麵包籠旁邊 魚絲的深度要調到跟麵包籠一樣 這樣就最容易有魚吃 然後把魚餌放進去 佛乾的乾頭非常敏感 你看到它動一動就可以了 說回來阿中, 不過魚很輕飄飄 也不方便是好東西 原來又是泥蝦仔 好像去到哪裡都看到它 如果大家想釣釣的 可以放水底相機看看 這些機仔就可以設定 看到魚會響鬧 大家說現在的科技不是很先進 讓阿火放進去 看看麵包籠的情況 這次真是大件事 一看下去, 全部都是泥蝦和雞魚仔 一條金蠔都看不到 在這個情況下, 把麵包放進去 看到這個情況, 就要趕快轉 金蠔除了麵包之外 就最喜歡吃水草 讓阿火把水草拿起來 我們把水草拿起來 然後勾進去 希望這樣可以避開 泥蝦和雞魚仔 一扔下去, 又不停不斷刮 看來這次也是空多吉少 你看 水草都吃完 你死不死 看來阿火又要轉陣 在這個洞裡釣魚 真是死路一條 在魚排用南極蝦釣魚 隨時都有驚喜 最大機會就是釣到鸽魚 泡門的朋友, 去魚排就最適合了 很多人會和你聊天 只要有共同的嗜好 話題真的說不完 用開這兩隻 釣魚都可以釣到 這樣就不行 不行 不行 不, 有些大條的 牙蝦 咬斷屍 我平時釣在這裡沒有大 所以可以很安心 看來我們勾大 我們也有很多 這個位置只有小雞魚 我們要轉到另一處試試 很多時候的魚會躲在魚網邊 我們先嘗試拋一下 這個位置又只有雞魚BB 真的釣到黑眼了 大家不要以為釣魚是沿乾到海 然後坐足一天 其實釣魚真的很忙 要不停轉釣組 不停想辦法 這樣釣到魚的機會才大 如果幾個朋友一起釣 可以每人試一瓣 看看哪個方法釣到一起去玩 這樣打團戰贏的機會大很多 弄了這麼久 終於讓阿火種一條像樣的魚 咦? 這條魚會反抗 看樣子不小 魚排四圍都超多藍 起魚的時候要小心點 不要讓牠游去藍 拿個撈機 撈機 質疑那麼小 要把撈機放進去也不容易 你應該撈不到了 你應該撈不到了 你只會撈不得 撈不到了 你應該是撈不到了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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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等等 等等 你讓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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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魚 我們先用廚房紙吸乾魚身表面的水份 肚內的血水都要用紙巾擦乾 然後用三回切的方式蓋兩邊魚柳 金魚尾ons 要看條魚好吃, 最重要是看他胖不胖 看一條不是胖我的肚子肚乘 這條魚全都是峒 一定還可以好吃 用骨鉗, 清除魚肉上的細骨 這些細骨就最容易接近了 魚腩上的骨比較長, 那些就不用清洗了 用骨鉗, 清除魚肉上的細骨 黃蘿蔔切成薄片, 用來擺盤用 蔥切成蔥白部分 其餘部分切成短 然後切成絲 準備1湯匙薑 魚柳部分加入適量鹽調味 在煎之前, 先上生粉 這樣煎就不容易黏底了 底面兩邊, 薄薄擦勻 準備好後, 開鑊煎魚 熱鑊下油 然後將魚柳放入鑊, 煎成金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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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翻到另一邊煎 煎至差不多, 就可以把薑拿走 想吃到有脆脆的效果 就要把魚煎焦 煎至金黃色, 就可以起鑊備用 煎完魚後, 準備醬汁 準備2湯匙日本醬油 2湯匙味淋 3湯匙清酒 然後加入150毫升清水 再加入3茶匙糖 之後加入1湯匙蜜糖 如果喜歡吃甜的朋友, 可以多加一匙 最後加入1湯匙薑蓉 然後攪拌 再加入1湯匙 然後加入1湯匙 然後加入1湯匙 開個慢火, 慢慢煮 一邊煮, 把芡汁慢慢淋上去 煮至收出來的湯匙 才完成 五碗水煲是一湯匙 這個顏色是否像蠔燒鰻魚 我們可以用魚衣甘蘭和蘿蔔片來拌碟 然後把剛才煮好的超濃縮醬汁淋在表面 加一點芝麻 我們的蠔燒黑鱲就大功告成了 可以吃了 嘩 這個位置會比較好吃 我覺得我調的那塊應該很好吃 我調的背脊 這是什麼魚 辣魚 紅燒辣魚 剛才煮已經很香 很滑 很像鰻魚 醬汁也很像鰻魚 剛才煮的時候很香 魚皮超級好吃 我覺得魚皮要一起煮才好吃 嘗嘗 蘿蔔很好吃 我喜歡蘿蔔 蘿蔔絲蘿蔔 我喜歡蘿蔔 可以吃飯 吃完再餓了 吃完還要餓了 蘿蔔還要開胃 要吃了 很肥 吃了 整條都是菇 這是肋膚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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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